大家好,我是小贤 让我为大家分享城市乡村 大街小巷的家庭爱情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天理想带了一个家境普通的女孩 来参加我们圈子的聚会 女孩崇拜地看着我 耶稣,你像人群中的天使一样发光 她太单纯 看不透这个圈子里我们的虚伪 她也不知道 她现在的男朋友 是以后要和我结婚的人 我不知道理想为什么会喜欢上宋言 这不是说她不好的意思 只是她看上去并不像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大一的时候 我们组建了一个圈子 自诩为圆桌圈 成员都是A层有头有脸家庭家的孩子 我们在这里互通有无 资源共享 这样可以确保我们能用从 父辈那里继承来的人脉 和关系源源不断地积累家族的财富 圆桌圈这个名字 出自于英国传说里亚瑟王与其圆桌骑士 在卡莫洛特时代的习俗 它有个很理想的概念 就是围绕圆桌坐下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交流 没有等级之分 但这里不是 即使嘴上不说 我们心里依旧是默默按着家族势力 和背景姑娘成员说话的分量 理想是这个圈子里默认的亚瑟王 我是她的贵妮为亚 我第一次看见宋妍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在意 因为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 她对我实在够不成威胁 那天的圆桌晚会轮到我主持 所以在我的公寓里举办 她窃窃地跟在理想的身后 看上去有些局促 有人上去和理想打招呼 问她最近有没有新看好的股票 推荐一下 她已在沙发上懒洋洋地笑 随口说起几只名字 大家立马心照不宣对视一眼 暗暗记下 当然也有人对宋妍感到好奇 有人问起她的名字 她看起来像是对这个环境感到不安 但有种强压下来的故作放松地镇顶 她说 我叫宋妍 宋 问她名字的那人好奇到 寒暑区的那个宋家吗 她慌忙地摆手然后说 不是 我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 于是大家便懂了 笑笑自然而然地岔开话题 倒也没冷场 我和宋妍 第一次对话是在洗手间 我出来的时候 看她在摆弄水龙头 但怎么都没有水流出 我走上前帮她按了一下开关 水哗啦啦地流出来 看出她的不自在 我微笑着缓解她的尴尬 这个水龙头是意大利 Ebraham设计的 水龙头的开关只是一个装饰 寓意环保所以备受推崇 真正的开关比较难找 顿了顿 我补充一句 用微微调侃抱怨的口气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也找了很久 真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装个感应的 要弄这些花里胡翘的东西 她的尴尬被我缓解 也笑起来 是真的好难找 我还以为是坏了 出去后理想不在 大概和旁人商量事情去了 她一个人傻坐在那里 看着有些可怜 出于礼貌 我拿着手边的鸡尾酒 含着温和的笑意问她 需要来一点吗 她受宠落惊式地点头 我给她倒了一点 她端过来拧了一小口 随即猝起眉 湿漉漉的大眼睛 沥成一条缝 我被她逗笑了 问 你不能喝酒 她放下杯子 点点头 家里只有冰水 我问她 你能喝冰的吗 她点点头 于是我让管家拿了瓶冰水 来递给她 后来再数一点 有一次她眼睛亮晶晶 崇拜地和我说 耶书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就在心里感叹 怎么会有你这样优秀的人 你真好看 在人群里熠熠发光 而且还那么温柔 那样轻声细语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以为我见到了天使 听着这话你就知道 她很单纯 我们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 最最虚伪 最擅长就是醋里面子上的人情事故 哪怕我表面上对你亲热客气 骨子里也是冷漠的 她说 我是天使 真是傻得有些可爱 那天 她因为宿舍门禁 提前回去 等她离开后 有人突然问李响 李响 那个是你的新女朋友吗 你什么时候换风格了 她笑得有些漫不经心 带着动弄猎物的散漫 她反问 你们不觉得她狠 她顿了顿 思考了一下 然后选中一个词 她说 很好玩吗 我坐在她对面 清理一口杯子里的酒 用后来 被宋言称之为 像温柔天使的温和语气 带着些微的笑意 提醒李响说 你注意点 这种天真的姑娘 好是好 但以后分手要死要活的牛皮糖 一样粘上来 很难甩 李响望过来 英俊的眉眼带着玩世不恭的渣 她轻轻笑出来说 我有分寸 我和李响是青梅竹马 家庭实力算得上是旗鼓相当 很小的时候 我们两家家长就开玩笑 说我们以后长大是要结婚的 对此 我和李响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认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她 因为她是我们这个圈子里 最优秀的那个 家世 样貌和带人接物 促理事情的手段 样样出类拔萃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当然喜欢她 她千般万般好 只有一样不好 就是心不定 没办法 她太过优秀 家世又好 即使她不主动 也有形形色色的姑娘 前扑后继地想撞一撞男墙 她看着花心 其实交往过的姑娘也没几个 因为她这个人太挑 又懒得去应付别人 你要是想和李响交往 得拾去大度情商高 还要不吵不闹不要做 还要忍受她的各种 大少爷的做派和坏脾气 真正爱她的人是受不了的 她交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有共同的好友开我玩笑 问我没有危机感吗 我笑笑没有说话 我并不在乎她和谁交往 因为最终能和她结婚的 只会是我 对待男人就像是放风筝 只要放风筝的线握在你的手心里 那不管风筝怎么飞 又有什么可危机的 在我们结婚前 我允许她去享受自由 但还好 她也知道分寸 知道要结婚的人和交往的人 是不一样 我记得她之前交往的第二个女朋友 宠得几乎人人都以为 她是动了真心 后来这个女生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 我和理想以后会结婚的事情 在一个学校晚宴上 我主持完正准备退场的时候 她拿着一杯冰水朝我泼了过来 当时聚光灯还打在我身上 水滴或者冰块从我 额发上湿漉漉滴答 我可能从来没有这样 在人前狼狈过 她站在台下挑衅地对我笑 宣告主权说 耶叔 理想是我的 多么英勇无畏的姑娘 我脸上的笑容甚至都没少一分 依旧得体大方且温柔 我抬手轻轻失去脸上的水滴 一句话都没说 只朝理想那个方向望了一眼 后来晚上她亲自来找我道歉 她说 叶叔不好意思 我保证这种情况是最后一次 她的承诺很有效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姑娘 不仅是她 后来她所有的女朋友 没有一个在闹到我面前 我和宋妍的第二次见面是在马术厂 我朋友七七约我去骑马 到了马场意外的发现 理想竟然也在带着宋妍 理想七岁的时候 她的外公送给过她一匹 拥有皇室血统的汉鞋宝马 她的骑术自幼恋成 最最感兴趣的时候 我还陪她一起去英国玩过越野赛马 我不由在看台上驻足 理想和宋妍都没看见我 我本以为这不过是 理想和她的小女朋友约会的一种情趣 比如说 娇天真单纯的小白兔骑马之类的 但出人意料的是 宋妍马骑得非常好 她力索地跨上马 手握缰绳 竟然有几分专业性 可能理想也没意料到 大概被她记起了兴致 他们一起绕着马场跑圈比赛 宋妍当然没赢 毕竟理想曾经也是参加过 专业赛马比赛的人 但可以看出两个人都十分尽兴 理想不动声色的笑意里 倒是有几分惊奇 他们离我有些远 但能看见他们脸上的笑容 宋妍手舞足蹈的 在比划什么 而她侧着脸 唇角带笑 一副认真倾听的姿态 我站在那里 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主意 我迎恋朝他们走过去打招呼 她看见我有些意外 我没看她 只含笑注视着宋言问 远远地就看见你们 在说什么呢 这样开心 她有些不好意思 说我在河里想说起我的家乡 她好奇我骑马怎么这么厉害 其实她不知道 我家在内蒙古 俄尔古纳 从小就骑马放羊 她一直以为我是南方人 她长得白白软软的 确实不太像是北方人 我有些惊奇问 你小时候还放羊 她有些羞涩地笑 对呀 我家里养了五千头羊 夏天沿着核桃赶着他们 就像是赶着天上的团团白云 真正的风吹草地线牛羊 李响也笑着说 那等有时间 可要去你家乡看看 我的牧羊女朋友 她伶牙利齿地回 那你是牧羊女的男朋友 等你和我一起回鄂尔古纳 也是要帮我一起放我的羊的 只是李响放羊 这真是令人想不到 因为他是李家的长房长孙 别说放羊 就是赶金子也轮不到 他自己动手 但李响自己倒是乐不可知 眉眼间的笑意真心实意 不思作为 老实说 我没想过他们之前 相处的氛围如此轻松寻常 说起话来 旁人都插不进去 我站在一边看着 嘴角一直挂着的笑意 一分一分地淡下去 直到面无表情 但我忍住了 我和李响什么关系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 只是家长定的婚约 但老实说 我们毕竟还没结婚 连订婚都没有 在尘埃落定前 我不想将手伸得太长 管得太多 而且我相信李响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他知道分寸 我没想过 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过 他的这段恋爱 会谈的那样长 我第一次正视宋言 可能会给我带来的威胁 是在很久之后 其实那只是一个很无关紧要的小细节 有一次我们的例行聚会 不知道谁好奇 提起宋言 问李大少 你那个女朋友呢 最近怎么都没见你带出来过 这么快就分了 我抬眼去看李响的表情 他窝在沙发上 不知道在跟谁发短信 眉宇坚寒着耐心的笑意 一边回消息 一边说 他不适应这样的场合 语气轻描淡写 但是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保护者的姿态 我想起我初见宋言时的场景 他将宋言带到聚会后 就将他一个人扔到一边 不管不顾 他这和初见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让我震惊 但我将那一瞬间的新潮澎湃 收敛得很不动声色 后来让我真正下决心 插手理想这段恋情的 还是因为一场偶遇 大概晚上十点 司机从老宅送我回自己的公寓 在学生西街那条路 因为路边小吃摊和流动的学生 司机车开得很慢 我撑着赛无聊地望着车窗外 就看见了李响和宋言 他们在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 路边的小吃摊 大概是烧烤吧 因为宋言随意吃了一口 不知是觉得不好吃 还是觉得好吃 反手举着烧烤 签递到他的唇边 他非常自然 连一丝犹豫都没有的张纯 就吃了下去 我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想到很久前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去李家做客 李家门风严谨 规矩还多得要命 就仅仅是饭桌上吃饭的规矩 就有三十多条 其中我记得就有不战时的规矩 而且他有很严重的洁癖 在路边一边走路 一边吃别人吃过的 地道唇边的路边摊 那模样就像万千 所有普通谈恋爱的情侣一样 我在这刻感受到 从内心深处犯上来的良意 我从漆黑的单向玻璃 定定地望着他们 只有一个念头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日子 和李想提起颂言 是个周末 我和李想一起看书 因为我和李想都申请了 国外知名学府的offer 等时间到了就要一起出国留学 巨大的落地 窗江花园里的美景一览无余 我明口咖啡 然后撞似随意地提起 李想 你和宋颜最近还好吗 她很敏感地抬头看我 眼神在那片刻露出点不悦 但她掩饰过去了 微微笑起来 她问我 为什么这样问 我偏头望着窗外花园 那一片果汁阳台 橘黄色的月季 大朵大朵的 比玫瑰要漂亮多了 我用很轻松的语气说 我们不是就快要出国了吗 你国内的这些烂摊子 还是早点收拾干净的比较好 她是很深邃的单眼皮 眼睛定定望着你 没有笑意的时候 就显得有几分冷漠 她的语气很随意 问 你以前从不会过问这些事 我终于转过头 直视她的双眼 尽管我们俩嘴角都带着笑 但这笑意 仅仅也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而已 我语气温柔道 只是突然想到了而已 顿了顿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问 你不会是舍不得了吧 我们的对视带了点 对峙的意味 过了很久 她轻轻吃笑出声 然后低下头 继续看她手里的书 只轻描淡写的一句 你想的太多了 不过一个女人而已 她这句话一出 我悬着的心裁 慢慢地落下来 我想她或许喜欢宋言 但这喜欢到底是不值一提 我们这样的人家 以后的路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在家族这个姓氏的语音下 我们的个人意志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所有的决定只会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那个 我暗暗嘲笑自己的敏感 我想在一开始 我和李响 我们俩应该都是这样想的 不过只是个女孩子而已 有什么割舍不掉的 李响和宋言的分手 到底还是没有体面 我知道李响的性格 她在开始一段恋情前 会先做好预防 明确地告知女方 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恋爱 她从不欺瞒或者骗感情 讲究心甘情愿和好聚好散 这可能是她在感情里 唯一一个可取的地方 至少扎得不那么彻底 但即使这样 还会有很多女孩觉得 自己会成为那个特例 她在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认真在谈 不劈腿不乱搞不沾花惹草 肯定是有几分真心 只是我们的真心 都太吝啬且不值钱 是可以随时为了任何东西舍弃的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和宋言说的 我相信她能很妥善地处理好 她的那些前女友没有一个 是不体面结束的 但可能她所有的前女友 都没有宋言这么执拗 因为她竟然找上我 在我的公寓门口 外面大概在下雨 她浑身湿漉漉地 像一只丧家犬 她透过我半敞开的门 奉往里面看 我和李响共同的朋友生日 我们正在为她庆祝 她有些忐忑地问 叶叔不好意思打扰 我想问一下李响在吗 我礼貌地微笑道 有什么事吗 她眼里在瞬间 含了一层浅浅的泪光 但被她憋回去了 她的嗓音有些嘶哑说 她突然和我提分手 并且给了我一些东西 我只是想找她问清楚 我审视她眼里的泪 不知道为什么 在心里轻轻地溃叹一口气 老师说 我并不讨厌宋言 她身上有很多好孩子的特质 单纯善良天真 但是她对社会和人心的 感知能力太差 而我并不知道 如何和她开口解释 才能让她明白 理想和她在一起 只是一个大少爷 心血来潮的消遣 她不该招惹宋言的 因为这可能会摧毁一个女孩 对爱情的向往和信任 还好羽竹救了我 她是今晚的寿星 大概是见我久去不回 所以过来找我 她将手亲热地搭在我的肩上 将头伸出来 就看见了宋言 顿时有些讶异地说 这不是理想的 那个前女友吗 不是分手了吗 怎么还阴魂不散的 羽竹看着宋言 语气很不好 你别来找理想了 她和叔叔 马上就要一起出国留学了 留学回来 他们是要订婚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讨厌 我在宋言瞬间 煞白的脸色中 无声地叹气 但嘴角弯起的弧度 还是一如我往常 得体礼貌又温柔 我看着宋言 温柔地对她说 这就是理由 她往后退两步 没哭没闹也没纠缠 两只眼睛湿漉漉地像葡萄 只是傻气地望着我 最后她说 叶叔 你们这样糟蹋人心 挥霍真诚 你们会有报应的 真可惜 明明不久前 她还眼睛亮亮地跟我说 叶叔 你很好看 在人群里 溢溢发光 而且还那么温柔 那样轻声细语 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以为我见到了天使 现在她肯定觉得我是恶魔 进去的时候 屋子里还是热闹且喧嚣 这是我们的另一个世界 热闹上流且低调地奢华 只有理想一个人站在窗边 不知道在望着外面的雨景 还是楼下的街景 但这是34层顶楼 她怎么看也看不清楼底的风景 我们生来就是站得这么高 没有办法 在巨大热闹的音乐声中 我站在她身后默默无声地 注视着她 直到半想后 她才转身 英俊的脸上面色如常 甚至对我笑了笑 像只是单纯的 无意义的陈述 说外面雨下的真大 是啊 雨真大 某个没打伞的姑娘 也不知道冒雨怎么回去的 宋妍从我们的生活里 彻底消失了 她就像被扔进 巨大平静湖面的一颗小石子 只在当时泛起点点连衣 但很快就会归于平静 我和李响开始着手准备出国的事 我之前偶尔有时候还会和李响打去她的前女友 但不知为什么 我们绝口不提宋妍 就像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日子一如往常 只有一点和宋妍分手之后 李响再也没有交往过新的女朋友 她像是突然顿悟了一样 曾经在一个微醺的家族聚会后 用很一性来山的语气和我说 这日子真没有意思 也说 我微笑注视她 你喝醉了李响 她定定望着我 然后也笑 一边笑一边点头回我 你说得对 我喝醉了 很奇怪 我和她我们其实很像 即使不出意外 我们以后会结婚 但相比爱人夫妻 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因为没有比我们更了解对方 相识的家庭 相识的年纪 相识的成长经历 相识的想法 相识的喜好和 处理事情的思考方式 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上的 另一个自己 在某些想法上 无比的契合 我懂她的异性阑珊 她懂我的微笑伪装 我们的这种默契 更像是战友 我们可以并肩作战 如果不是我们注定 要结婚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 更亲密和亲近一点 当然 这种亲密和亲近无关爱情 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她永远不会爱上我 我记得我第一次和她交流 是在我八岁那年 叶家掌上明珠的八岁的生日 本应该隆重热闹喧嚣的 但我是在葬礼中度过 因为我的妈妈去世了 我的爸爸带着一个女人 和一个孩子 让他们跪在我妈妈的一项前 算是进门 企图一次生理煮成熟饭 过我爷爷那一关 我在葬礼上执妞地闹脾气 闹得我爸爸脸上很不好看 他一开始还温声细语地安慰我 但很快就不耐烦 在我当着众多来吊咽的 宾客的面 直接大声地说 我妈尸骨未寒 你竟然能在她的葬礼上 做出这样的事 爸爸你真恶心 他一巴掌朝我狠狠地打下来 然后让保姆过来将我拉下去 我抱着柱子不肯走 站在我妈的一项前 像指愤怒的小牛犊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让这个女人 和这个野种进叶家的门 那时候大家可能都在看笑话 毕竟这样难得一见的上流笑话 下了葬礼当成饭后 盘子都能打去两天 只有李想 他那个时候比我大不了多少 偏头看着李叔叔 语气疑惑地问 叶家大户 家风竟然如此不堪 我爸要面子 后来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 就被拉下去了 李想递给我一个鸡蛋 跟我说 你年纪小 还倚仗你的爸爸 为什么要以卵击食 很多事 是要找方法约会解决的 可能是因为这句话 给我的印象太过深刻 那之后 我就没怎么做过傻事 微笑是我挂在脸上的第一层皮 我从不在人前发脾气 也没有什么情绪 我将家里的关系 处理得井井有条 处理事情的手段很得体 我爸爸几次提起 想让他的情人和孩子进家谱 都被我化解 后来他就放弃 再也没提起过 我知书达理 进退得体 人人都夸赞我 只有他在多年后 突然有些意外地跟我说 耶书 你怎么变得这样深不可测 深不可测 真是个好词 我不深不可测地保护我自己 没有生母庇护 生父耳根子软 且花心风流 对我似乎也没多少 真情实感的感情在 外面还有人 对我虎视眈眈 冷血凉薄 深不可测 因为我只能靠我自己 我没想到 有一天我的冷血凉薄 和深不可测 会用在理想的身上 李家要出事的消息 一开始 其实只是微微有个口风 树大招风 他们家生意市场 占有绿称的上垄断 风头太近 就有被打压的消息露出来 我知道这个消息 是因为我爸爸 有意无意地跟我透露 最近你和李家的那个孩子 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 以免将我们家拖下水 这件事的影响范围 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 最首当其冲的是 理想开始缺席 我们的例行圆桌聚会 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 那是轮到另外一个朋友主持 我到达地点的时候 没有见到理想 所以随口问 理想呢 怎么还没到 大家面面相去 主持的那个男生笑容 肝大敷衍地说 理想最近应该焦头烂额了吧 下次再邀请他 我有些意外 抬头望向那个男生 他父亲是李家 某个支线生意的供货商 向来跟在理想身后跪铁 如今这副嘴脸 让人有些反胃 但我依旧面不改色地微笑 朝他说 这样啊 过了一刻钟后 我看着钟表假衣有势要走 雨竹坐我身边 拉住我 我低下头看他 他表情很复杂地说 叔叔 我知道你和理想关系好 但是这件事 牵扯范围太大 大家都不想牵扯进去 我点头说理解 然后面不改色地 拎起东西离开 这件事 其实大家都在张望 毕竟只是风声还没落实 保持距离 但也不要太过疏离身份 要拿捏好那个肚 毕竟谁也不想在事情 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 得罪李家 出去后我给理想打电话 直接了当地问 还好吧 他在那边沉默 然后笑出来问我 今晚不是例行的聚会吗 我轻聊淡写 没有意思 我就提前离开了 他在那边叹了一口气 跟我说 这是现实叔叔 锦上天花 永远比雪中送炭得多 你倒不必为我打不平 挂断电话后 我在阳台上仰望天上的月亮 34层 首可摘星辰 这样的高 夜幕低垂 远促的车水马龙一线流动的光向天上的银河 这样的繁华 我点上一支烟 在鸟绕的烟雾里 想到理想那次的酒醉 他寂寥惆地说 这日子真没有意思 确实挺没有意思的 我想人人都太清醒和视力 永远追着利益跑 真是没意思透了 相关政策要发布的传言 无翼而非 似乎很快就要尘埃落定 我接到理想的电话 他在电话那端的声音有些疲倦 只是问我 叔叔 你能过来一趟吗 我没见过这样的理想 他从出生就在金字塔顶端 我想不到有一天 他会用这样脆弱的需要陪伴的语气询问我 能不能过去陪陪他 我爸爸坐在我对面望着我 眼神如炬 在这个电话前 我们刚谈到未来 我会出国留学 学习金融归国后 我会从公司的基层轮岗 以后的叶家是要完全交到我手上 我爸爸的感慨似乎还在耳边 他说 之前我想将叶宇认回族仆 就是因为你是个姑娘 但你做得很好 我想叶家交到你手上 我还是更放心 叔叔 你不要让我失望 他的话音刚落 我就收到李响的电话 我不知道 为什么又想到我的母亲 她是癌症 因为化疗变得甘受枯笔 死死拉着我的手腕说 叔叔 我可怜的孩子 你一定要撑起来 不要让那个野种和女人登门入室 不然我死不瞑目 我觉得似乎过了很久 但其实可能仅仅只是几秒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对着电话那头的李响 我与其温和地致歉 抱歉 李响 我这边有点事情 现在走不开 那边顿了顿 我听见他的声音 他轻轻嗷了一下 然后似乎在笑 自嘲地说 是我打扰了 你去忙 挂断电话后 我望向我爸爸 他赞许地望着我 夸赞道 叔叔 你做得很好 我以前一直担心 你儿女经常影响判断 现在看你比我还会审视多事 我在他的夸奖中 微笑不语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心口破了一个大洞 呼啦啦地往里面灌着风 那里一片荒芜 寸草不生 我从来没有这样厌弃过我自己 我看着手机 礼貌疏离地询问 那你要是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女竹邀请我去看 快乐的艺术展 她朝我挥挥手 说 去吧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在前后 盛销城上两个月后 突然演起息鼓了 因为国内疫情加重 李家的产业提供数万岗位 这个时候 动不力于经济稳定 处于种种方面的考虑 李家暂时是安全了 李家又恢复了热闹的繁华 人来人往的贺喜 远看依旧是繁华促进 但其中新凉 可能只有李家自己清楚 我大概是最后给李翔打电话的 我说 恭喜 她回 谢谢 我努力用随意的语气开口 还一起去国外吗 她顿了顿 在我意料之中又之外地说 不了 叶叔 我和宋言在一起了 因为在她最艰难的时候 那天她最需要陪伴和安慰的晚上 只有宋言去找她了 即使她那样伤害过她 即使她可能一无所有 即使她甚至没有给她打电话 但她听见学校疯传的留言后 还是义无反顾的过去了 听说她一巴掌狠狠地打在她脸上 她哭着说 即使你一无所有了 你依旧还是李翔 你这样颓废像什么样子 然后又抱着她安慰 没事的李翔你还有我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 我还一直陪着你 李翔的语气轻而溃叹 叶叔 你知道我当时的震撼吗 我们权衡利弊久了 所以觉得事态炎良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这世上真的有人 只是很纯粹的真心 你们喜欢我 是因为我是李翔 他喜欢我 仅仅只是因为我是李翔 我不能再辜负他第二次了 他说到这里突然笑起来 跟我说 话说 我曾经是喜欢过你的叔叔 你还记得16岁那年吗 你过生日 你外面那个便宜弟弟 被你爸爸带回家 我看你一脸微笑的欢迎 然后在你家后花园 你笑着怂恿他 爬到树上去掏鸟窝 最后他失足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 你却又在最后一瞬间 扑上去接住了他 你那个时候 擅长隐藏自己的心思 有点坏 但坏的又不彻底 我站在那里看你纠结的表情 那样的生动 可惜后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你和其他人 就没什么两样了 我知道你也喜欢我 后来我假意教女朋友气你 想看你脸上生动的表情 你也能笑得滴水不漏的促离好 微笑是你脸上面具 戴得久了 不仅是你自己 连旁人都猜不通你的心思 最后他跟我说 我当时遇见阿颜 你知道我们学校新茶路 那两边种的芒果树 有小朋友上去摘芒果 失足落下 他眼睛手快地扑过去 他轻轻叹息 语气却是释怀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你 后来我就和他在一起 但他到底不是你 你也不是他 这话绕来绕去 但我听懂了 他肯这样袒露自己的心意 只能说他是彻底放下了 我很庆幸在这一刻 我和理想不是当面 因为那样我的情绪 一定无所遁形 我拿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 声音也在抖 不知道理想能不能听出来 但我觉得自己很镇定 我嗡了一声说 那祝福你 有灼热的水滴落在桌面上 一滴又一滴 这肯定不是我的眼泪 我母亲去世后 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我努力想扬起唇角勾起 一抹得体的微笑 但到底是没扬起来 再去吴医生的寂静中 我听见理想客套的回应 谢谢 你也是 我从国外回来 已经是五年后的事了 我依旧优秀 成为无数家长嘴里 别人家的孩子 回国后 我进入自家的集团 开始从基层轮岗 和以前的朋友 偶尔联系 时间是抚平一切关系的良药 李家依旧如日中天 只不过自从之前的事之后 更加的低调 我们的圈子依旧热闹 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虚伪应酬 轻轻热热的似乎能为了彼此赴汤蹈火 大家都假 装看不见朋友背后握在手心里的刀子 那时候我和理想的关系平和 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真正的像朋友了 不谈感情 没有利益牵扯 我们似乎是彼此最能信任的伙伴了 那个时候 他和宋颜的感情稳定 听说他为了宋颜 对抗整个李家 坚持要娶她 所有人都忍不住未知侧目 把这件事当天大的意识 宇竹和我感慨 想不到理想 竟然也有真心 你们怎么样了 我和理想 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偶尔帮他和宋颜打掩护 因为李阿姨对我很重义 我回国后 她不止一次地拉着我的手默默叹息 阿怀要是喜欢的 是你就好了 你这样优秀 你那样般配 他究竟被什么鬼迷了心窍 有一天我打趣地问他 如果你给我打电话那天 我去了 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他看着我笑 坦然着 叔叔你怎么会问出这样孩子气的话 我们都知道 没有如果 谁又能预测假设的事情的走向 顿了顿 他又补充一句说 你不用为那天的事耿耿于怀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不会去 李响直直地望着我 我们对事 我含笑汗首 因为背叛在我们这里太过常见 真心太过廉价 所以愈发称出宋颜的可贵 就像人人不理解他为什么对宋颜一往情深 非他不娶 但我也能理解 李响和李家的这场战役 似乎僵持了很久 但天大地大 降不住他自己愿意 他的决心太过坚决 还自己出去 在外创业 受了不少罪应该 因为应酬还将自己喝到胃出血 李阿姨再不乐意也心疼孩子 所以 李家的态度渐渐松软 李家态度松软的标志是 我在李家见到过几次宋颜 他比我之前见到的样子 要稳重成熟点 看起来也不像记恨我的样子 在李家打招链的时候 他还会很开心地朝我打招呼 他眼里的惊喜不似作为 看见我像看见亲人一样 有次我们一起在会客厅里独促 他看着我问我 耶叔 你能经常来陪陪我吗 这话真是孩子气 我不是李家人 怎么能经常来 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然后摇摇头 偏头望着窗外的春光 他不快乐 明明和李响就要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那样艰难的一路 他们都走过来了 李家人在慢慢接耐他 但他脸上的笑意 在一天又一天的消失 确实 李家的人口多 规矩自然也多 除了李响 真心喜欢他的人应该不多 他能说上话的人也不多 在这种环境下 见到曾经熟悉的人 就像至亲 他愁眉苦脸地望着窗外 轻轻叹口气说 这里太压抑了 真不晓得你们 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下 生活这样久 那时候我就在想 李响可能留不住送眼了 她是在草原上驰骋的姑娘 自由帅性且真挚 李家的那一方天地虽然大 但不广阔 事实上我这个预测 并没有太晚得到证实 大概半年后 那段时间 我忙得焦头烂额 雨竹给我打电话 有些吃瓜的八卦 兴致勃勃地跟我说 叔叔 李响和那个谁分手了 我放下手上的文件 犹豫了很久 我给李响打电话 他的声音平静如常 他说 是的 定期宴上 我父母对他父母很不礼貌 事后他跟我提了分手 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问他 要出来喝酒吗 他顿了顿说 我有个会议 近期的行程都很满 让你秘书和我秘书排时间吧 话音一落 我们俩都忍不住笑出来 他无奈地叹息 像是认命 说 叔叔你看 我们连伤心和朋友喝顿酒 都要预约 我们这辈子 可能也就这样了 最后喝酒 是在五天后 我们随促找了错天台 像是那时我们短暂的避风港湾 我们聊很多事情 也喝很多酒 最后他喝醉了 我也醉了 他说 他走之前跟我说 理想 我回家里放羊去了 我很爱你 但这样过一辈子 我不快活 他跟我说 他是真的不快乐 他眼神那样 坦荡清澈 我连句挽留的话都说不出来 他陪我太久了 我不能太自私 让他不快乐地守在我身边 我偏过头 急目远眺 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远方的大草原 或许我们注视的天空都是一样的 他望着细薄的夜幕 落日容金 目云合璧 他抬手去摸天空 但只能摸到空气 我久久地悲悯地注视着他 或许是眼花 在落日的余晖下 我看到他眼中细碎的泪光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哭 我和理想是在三年后结的婚 门当户对 天作之合 所有人都对着门婚是很满意 大家喜气洋洋 普天同庆 有了理想 我在夜家算是彻底掌权 理想需要一个联姻 在结婚前我们笑着举杯 心照不宣 终究还是我们 才是最适合彼此的那个人 我们是朋友 是战友 是婚姻合作伙伴 是所有人眼里的强强联合 我们适配彼此的世界 每个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多么般配 这样的婚礼才是众望所归 我和理想结婚的那天 大家闹到很晚 我们一帮朋友心血来潮 要做他新买的游艇出海 游艇行驶十几公里的时候 我们遇见成群的海豚 他们高高地跃出海面 趁着远方海面的霞光 划出完美的弧形 我提着婚纱的裙带心智勃勃的 从喧闹的船尾去找他 想让他一起来欣赏这个美景 找了很久才找到他 他一个人穿着西装站在 二层的船桥廊上 望着海面的神色寂寥 笑意一点点地从脸上消失 我顿足止步不前 我知道他在想别人 在我们的婚礼上 他或许在想在另一端的大草原上 有个姑娘叼着鸽尾八草 躺在广袤的大草原上 身边趴着乖巧的牧羊犬 她赶着五千头羊 望着天上的团团云朵 那样惬意和快乐 无拘无束 那是她触碰不到的美梦 我想了想 还是提着婚纱的裙摆 漠然退下去了 就像很多很多年前 在街道里响的那个电话之后 我在赶赴雨竹 邀请我看True Jelly的艺术展之约时 在半路上我突然改变主意 我跟司机说 掉头 去理想家 那个司机叔叔是看着我长大的 他看了一眼后视镜 为难地说 小姐 您父亲派人跟着你 我面无表情 敲着他的椅子后背 有种义无反顾的破斧沉舟 我说 掉头 他顿了顿 开去了理想公寓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能什么也没想 我那样坚定地走向他 但是在电梯门口 透过敞开的门 我看到哭泣拥抱理想的宋颜 所以我对他们那晚的情形 如此清楚 过了很久 我看见理想伸手 回抱住宋颜 脸上的表情 说不清楚的释怀 还是怅然 我看见他的口型 他说 来得净是你 怎么会是你 我只是挽了一小步 然后错过了这一生 我当时可以出生 可以进去 但我望着他们 理智却突然回笼 我想到我的母亲 她不甘心地死死握住我的手腕 浮肿的脸 看不见以前秀美的痕迹 她说 叔叔 你要争气 不能将我打拼下来的东西拱手让人 于是我一点一点地退回去了 我为她勇敢过 我们这样的人 权衡利弊 永远立自当头 我也曾为她奋不顾身 不顾一切过 我是真的真真切切地喜欢过她 只是我顾虑太多 勇气太少 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 都在告诉我们 要永远做对自己最对的选择 我在离她最近的时候转身离开 但至少 我为她放下过所有的权衡利弊 不过现在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不会知道我这样冷静冷血漠然的人 也朝她奔赴过 以前是因为说不出口 而现在是因为没必要说了 宋妍这个善良天真的姑娘 将会一辈子烙印在她的心上 不会有人替代她身上的那份纯粹 那是我们向往却无法真正拥有的洒脱 我拎着婚纱的裙摆 一阶阶的下楼梯 远处的朋友们 在大笑着朝我招手 让我快点过去跳舞 游艇 昂贵的香槟 鲜花 灿烂而光明坦荡的未来 魅心倦怠到了极致 真是没有意思啊 但我嘴角上扬 朝他们回忆得体大方 看起来很快乐的微笑 我说 来了 踏着满地的玫瑰花瓣 我想到身后理想脸上寄聊惆怅的表情 没关系 我想 她心里可以永远有位置 缅怀她最爱的人 可是能陪她并肩作战 能在这无趣糟糕又无聊的漫长岁月里 坚定不移地做她最强后盾 能陪她一起冲锋陷阵的只会是我 我们才是最佳搭档 我庆幸最后我的联姻对象还是她 从某种意义上 我也算得尝所愿 新婚快乐 夜书 我在心里默默祝福自己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